那是時候了 該吃點好料 馬上進我們的健康上菜 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 芹菜香乾肉絲 好吃 這個是雞胸肉 比較瘦 一個是比較瘦 可是它有時候 我們為了要讓它好吃 會拿這個粉去醃它 那我這邊我就不醃了 先把它這個火關掉 那不醃不會比較柴嗎 它稍微 但是 你可以用別的烹調方式 讓它變得不那麼慘 為什麼你水滾了還要再加熱 我現在剛剛的溫度是100度沸騰 那我現在加了一點水進去 它大概有降下來一點點 然後再把這個肉放進去泡 就不要理它了 慢慢泡它 因為 泡的原因是什麼 肉的纖維一旦遇到高熱的時候 它第一個反應是一定是縮起來 所以有時候看我們在煎魚 或是煎肉的時候 它不是一開始就會翻起來 那你現在放進去 你看我現在放進來裡面 它肉並沒有因為高熱的時候 它往回轉 它溫度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所以讓它泡到它剛好熟 那這樣它的纖維就比較軟 那待會兒只要回來 所以我在這邊再來切絲之後 就去稍微拌一下就好 哇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稍微 最起碼少吃一些澱粉 那這邊是芹菜的部分 要下去炒之前 我會建議大家稍微拍一下 為什麼 味道比較出來嗎 比較容易出來 你看它已經碎了 我現在一拍 它的味道就很 味道很重出來 嗯 很簡單 有聞到 我這邊都聞到 很明顯嘛 對 而且這樣一拍的時候 你待會把它切的時候 它吃的感覺會更細 嗯 那就會跟我們今天的主食材 都是濕的好像比較搭 你看像這個裂開了 一根就很細 你也不用去把它切細 葉子用嗎 葉子我會用一點 我們把它當成香菜來用 嗯 那所以芹菜也沒有人吃整片的嗎 呃 不好吃嗎 還是 其實炒起來味道比較重 哦 所以還是切碎碎的 對 那這些你可以熬燙或乾嘛 我們就先放後面 哦 哦 這樣量應該就夠了 豆干我會建議啊 用熱水稍微穿一下 因為豆干你看它現在是這個硬度 哦 我現在把它放到裡面了 比較嫩嗎 會變軟變嫩 哦 對 你講對 嗯 你都沒有用什麼蒜頭 什麼什麼 不用 因為這些你看你芹菜味道已經夠重 對不對 香菇味道也夠重 嗯 對不對 那其他的東西都已經夠了 蒜頭也不需要 嗯 哦 那我現在這個已經泡了起來之後 你看很明顯 哇 它會有膨脹 好軟 有沒有 它變這麼軟 對啊 它變很軟了 所以它稍微泡一下是有幫助的 嗯 對 把它放這邊 那那個雞肉熟了沒 我們怎麼看那個雞肉 雞肉啊 其實它現在幾乎是半熟的狀態 你可以看它還是平的 我剛剛切碎碎到現在是平的 嗯 那你現在到熟的時候 你現在要在這邊繼續爆對不對 到熟的時候你先切開 生的時候你看不出肉紋 可是你熟了之後 你可以看它肉紋是這樣 哦 了解了 對 那所以你切的時候你就逆穩切 嗯 這樣切它就不至於太柴了 嗯 哦 哇 幾乎都熟透了耶 只剩中間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厚的地方 哇 你這樣切起來怎麼那麼像松板啊 對啊 很像 哇哇 就是感覺它不會柴的 對不對 也不要太多啦 我們這樣分量差不多吧 好 好 那現在香腹味道出來了之後 來 我們把 豆干放進來 豆干也要稍微煸一下 才會有香氣 豆香味 我喜歡 我喜歡豆干旁邊有點那個 蕭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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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黑木也就 然後煙炒 我水要流下來 好 那現在裡面的東西都還沒有調味 先放第一次的醬油 一炒的時候馬上把香菇水放進去 哇 香菇水 對啊 這樣才香 很香 然後來一點點的水 稍微微一下 把豆干的味道微出來 好香喔 顏色也更漂亮 好 加一點點的白胡椒 一點點糖 因為糖跟醬油搭在一起 味道會比較沉一點 一點點的不要多 醬油跟糖是好朋友 那很明顯這邊就有豆干 跟香菇的味道出來 那你收拾大概剛倒進去 大概收掉三分之二 還有一點水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芹菜放進去 然後辣椒進來 好漂亮 對啊 所以芹菜都不需要做別的處理 不需要 因為網路上有好多種 那種就說要先用什麼油還是水 先燙過 油或油 真的不要 用好多種醬油嗎 芹菜都可以生吃有什麼好吃 他洗好就 對啊 你吃供完湯都可以生吃了 好 那現在把雞肉放進來 為什麼感覺雞肉好嫩喔 所以你速度要快啊 好 好 最後再補這一次的醬油 是讓它調味用的 嗯 對 好 一點點的鹽 不要多 因為鹽多啊 雞肉馬上就緊了 嗯 來 香菜 哇塞 裡面東西也太多了吧 這一道 一道上桌很厲害耶 非常地豬派 哇 對 我們今天講的 對 然後最後 葉菜葉 葉子 好 起鍋前 最後再補一點香 然後油亮一點 天啊 這香味有點太過分了吧 對 簡簡單單的 然後你要帶便當也好啊 或 吃到它看起來就很耍水啊 對啊 一直想吃的感覺 好 味道如何 試試看 好 來來來來 來來 試試看 開動開動開動 太期待了 青菜 這個雞胸肉真的 我覺得它的香氣好有層次 一點都不柴耶 很剛好 那個醋加得好 一定要一起吃 酸酸的好好吃喔 終於覺得青菜好吃了 你不喜歡吃青菜 剛剛那個青菜好可怕 那是辣 你吃算是辣椒辣不辣 不辣 你嘴都拿掉了 這個雞胸肉真的太驚豔了 對不對 不柴 豆干好厲害喔 很嫩 現在只要記住 我們在這個喝醋減肥啊 真的是可以達到這個效果嗎 其實不知道 但是 你就在飲食中 適量的搭配點醋 是可以刺激性增添性的 如果你真的要喝醋的話 稀釋 然後飯後來吃會不會 真的 好耶 真的王道了 好不好 今天就 謝謝三位 沒有人理我 謝謝 謝謝